大家好,欢迎回到小翠市政财经 今天是美西时间2023年的1月17日 今天很多人都在关注一个重磅数据的公布 那就是中国2022年的GDP增速 答案已经揭晓 在中国统计局的不懈努力下 中国2022年第四季度的GDP增速 终于稳定在了2.9% 远远高出彭博社预计的1.6%的增速 因此中国2022年全年的GDP增速是3% 虽然这个数字仍然低于年初设定的5%左右的目标 但是丝毫不影响他们编排出来一幅大好句式 具体有多好呢 这期视频我们就来夸一夸中国经济定呱呱 2022年中国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虽然最后统计局只编了个3%的成绩出来 但是不妨碍中国经济仍然出现了十大亮点 值得大吹特吹一下 第一个亮点 全年粮食分收 农副产品供给非常充足 特别是猪肉 产量增长4.6% 牛奶更是不得了 产量增长6.8% 难怪中国人都开始倒牛奶了 实在是太多了 物资太丰富了 吃不完就只能倒掉了 产量一多价格就下降 所以今年中国老百姓吃肉更便宜了 菜场里猪肉的价格差不多和2美元就能买一磅 终于比美国超市里的猪肉便宜那么一点点了 大家说是不是值得吹一回呢 我们再来吹第二个亮点 工业发展好啊 高新技术产业更是发展迅速 全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 比上年增长3.6% 增速超过GDP 其中新能源汽车移动通信基站设备 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产量分别增长 97.5% 16.3% 15% 略微有点遗憾的就是 量虽然是有了 但是不怎么挣钱 一到十一月 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还下降了3.6% 这个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大家也都知道 中国品牌已经打入国际 虽然是亏本卖 不赚钱 但是不影响产生GDP啊 所以大家要往好的一面去看 这个高新产业发展还是非常稳的 将来绝对可以赚钱 接下来是第三个亮点 服务业增是良好 虽然全年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了2.3% 但是这个是有特殊原因的嘛 毕竟2022年分层比较多 所以对服务业的伤害还是很大的 但是为了抗疫成功 这些代价都是值得的嘛 尽管在这么艰巨的大环境下 仍然不影响有一些服务业增长良好 比如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增加值增长9.1% 金融业增加值增长5.6% 再看营收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营收同比增长8.3%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营收增长8.3% 卫生和社会工作企业营收增长8.1% 大家看看这超额的增长啊 个个都超过GDP3%的增速 所以不要信什么IT业裁员 削减规模金融业内卷降薪 做核酸的大白贝欠薪 在这么好的增长势头下 怎么可能会发生这些事呢 都是造谣 第四点 消费也很稳 虽然全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比上年下降了0.2% 但是这在疫情期间都属于正常现象 其他国家消费下滑的情况 那比中国严重多了 按消费类型分 虽然我们中国人在一些非生活必需品上 消费的确有所下滑 但是这不影响大家在生活必需品领域制造亮眼的消费数据 比如粮油食品类商品零售额就比上年增长了8.7% 而且我们中国网络购物非常发达 大家就算被分层关在家 也不影响网上购物嘛 所以这个网上零售额还是增长了4% 至于大家是去买了莲花清温 还是去买了抗原检测盒 这个数据咱们就不知道了 没有公布的必要不重要 各位同学要根据统计局公布的这个消费数据 严格的对自己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 大家都看一看 自己今年在网上消费的金额是不是比去年增加了4%以上呢 有些同学恬不支持的要进行消费降级 什么低欲望躺平 这些都是严重拖国家后腿的表现 要好好地进行自我检讨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说固定投资 在这方面咱们中国仍然表现的一枝独秀 投资向来是中国政府最擅长的拉动经济的方式 所以今年仍然贡献了最多的GDP 数据上比上年增长5.1% 这里又有两个亮点 第一基础设施投资增长9.4% 第二高技术产业投资增长18.9% 其中医疗仪器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业 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投资分别增长27.6% 27.2% 虽然咱们也不知道这些医疗设备 最近又没有派上用场 但是这充分体现了我党集中力量半大师的能力 在高新技术领域 我们是非常舍得撒币的 这是我们在高新技术领域和美国竞争 并且在23世纪战胜美国的底气 第六出口贸易数据也很亮眼 全年货物进出口总额超过42万亿 比上年增长7.7% 出口的增速仍然超过10% 虽然下半年出口增速有所下滑 但是这是我国主动进行贸易结构的优化 像那些西方敌对国家的贸易 我们是能不做就不做 而我们的友好国家 比如俄罗斯我们就要大做特做 这就叫结构的优化 我们的底气就是 中国仍然是世界工厂 地位无人能动 第七点 咱们今年没有通胀的问题 不像美国 大半年都处在高通胀的压力下 咱们中国的CPI 全年增速只有2% 是一个足以让美国人羡慕的数字 在这么低的通胀下 老百姓是很容易赚到钱的 你们随便去找一个投资产品 哪怕是存款 收益超过2%也很容易吧 所以中国的经济环境 那是相当的好啊 第八 全年就业形势非常稳定 城镇调查失业率 还有所回落 今年我们超额完成了 1100万人就业的 全年预期目标任务 所以在中国 工作是很好找的 如果有人觉得找工作难 那一定是你太挑 所以说大学毕业生 眼光不要太高 不是除了考公务员就没别的好工作了 全国这么多工厂可以去 富士康这不天天都在招人吗 再不行 还可以去送外卖 开滴滴 月薪过万 轻轻松松 所以年轻人要把心态调整好 姿态放低一点 正所谓在中国 不管你是当省长 还是去工厂 大家都有光明的未来 第九点 居民收入增长和GDP同步 农村收入增长快过城镇 农民兄弟翻身了 2022年 全国全年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36883元 比上年民意增长5% 扣除价格因素 实际增长2.9% 基本和GDP增速保持了同步 所以各位 你们要数数自己口袋里的钢被 今年可支配收入 有没有超过36000 如果没有 那你就是给国家拖了后腿了 至于那些被降薪的 被裁员的 理财亏本的存款被吞的 你们这些人 就是大大的拖了国家的后腿 要深刻检讨 为什么你会被裁员 你会被降薪 你的理财会亏本 你的存款会消失 一定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国家的数据 都是欣欣向荣的嘛 最后就是人口问题了 人口在2022年的确出现了拐点 人口负增长85万 但是亮点还是有的 那就是咱们的城镇化率 持续提高 越来越多的人 进城过上了好日子 大概是城里的日子 都太好过了 所以大家就光顾着享乐 都不生孩子了 都是咱们母亲一样慈爱的党 宠坏了现在的年轻人啊 大家要多换位思考嘛 这地铁谁造的 党造的 高楼大厦谁造的 党造的 机场高架谁造的 也是党造的嘛 党给大家提供了 这么好的城市面貌 你们怎么就不能给党 多生点小韭菜呢 学学人家徐州体炼女 你们不生韭菜 这造机场地铁杯的债 将来谁来还呢 你们不能只享受 不承担社会义务吗 是不是 所以总的来说 以上十点充分说明了 中国共产党在英明领袖的领导下 在2022年稳住了经济大盘 并且经济稳中向好 形势一片大好 只要有我们的统计局在 中国未来的经济数据 也只会是越来越好 不知道大家觉得我吹得怎么样呢 值不值得你点个赞呢 最后 祝全体中国人 永远生活在 统计局笔下的繁华盛世里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啦 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